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架空異機構 習近平為台海衝突準備 時空的離岸人民幣 彎道超車的中國新能源汽車 要被人直線超車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10號 星期日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架空異機構 習近平為台海衝突準備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高層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逐漸下滑 現任行長易剛與新任命的人行黨委書記潘公盛 鬥布在376名中共中央黨委會委員與候補委員名單中 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近的副總理何立峰 已是中國實質的財經首長 中共也成立中央金融委員會 主導金融部門 相關安排明確顯示 黨將直接定奪金融決策 報導說 中共要求含有3名以上黨員的組織 需設立黨委會 以將黨的領導延伸到全國各角落 黨委影響重要決策制定 包括人事任用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是與行長同董重要的職位 潘公盛現在出任該職 近期的中國人行高層曾出任較高黨職 2002年至2018年擔任行長的周小川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直至2012年卸任 他也曾任中國人行黨委書記 2018年接替周小川出任行長的易剛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他相對低的黨職十分突出 因為主要部委的最高官員通常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 副總理何立峰被認為取代人行 實質掌控金融權利 同時 中共3月成立中央金融委員會作為金融控制臺 以回應與房地產有關等金融風險 據信 中國急於建立一個體系 在台海爆發緊急事件時不會受到美國制裁衝擊 報導說 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可能由何立峰掌舵 有黨主導 易剛的虛任與潘空盛的任命 據信是基於他們在貨幣政策的成就與海外的經驗 一名中國金融圈消息來源說 他們的任命更多是他們對外宣揚中國金融系統的能力 他們在重要事務上沒有太多決策權 失控的離岸人民幣 離岸人民幣 也就是中國大陸之外的人民幣 已經成了近期人民幣匯率失控的根本性問題 大陸數據專家老瞞撰文說 這些人民幣游利在中共央行的監管系統之外 2022年 全球貨幣結算系統SWIFT總支付金額約2000萬億美元 其中人民幣全年的支付佔比約2.13% 年支付金額約42.6萬億美元 按照2022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6.726折算 大約為286萬億人民幣 而中國自己的跨境人民幣結算系統CiPS 2022年的總支付金額為96.7萬億人民幣 286萬億的人民幣境外收支規模 是收支雙向流動的數據 除以二 也就是143萬億人民幣的單向流動 如果境外只有2萬億人民幣的話 那麼每一元錢在一年內都流動了71.5次 每5天就要全部流動一次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沒有任何一種金融產品或者貨物貿易有如此高頻的貨幣往來需求 不可能所有的資金都在做5天期的短期拆解 如果我們按照相對合理的流動速度 部分資金做短期拆解 部分資金躺著不動吃利息 部分資金在貨物貿易中進行中期流動 全部資金平均每個月流動一次的話 那麼境外的人民幣存款規模 應該是286萬億除以2除以12等於12萬億人民幣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境外有可能存在超過10萬億元的人民幣嗎? 央行統計離岸人民幣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除了香港以外 中共官方發布的其他所有國家的離岸人民幣存款數據 其實都不靠譜 為什麼央行居然無法準確統計離岸人民幣的總量? 這與不算秘密的秘密 深圳之間的地下貿易有關 長期以來 從香港到深圳存在著規模龐大的外貿進口 進口貨品種類包括 各種受限制的精密芯片 電子器件 數以萬噸級的牛肉 豬肉等食品 這個地下貿易市場就是人民幣從地下流出中國的通道 溫道超車的中國新能源汽車要被人直線超車了? 如果非要列舉一下當下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優勢產業 新能源汽車產業肯定是繞不開的 公正號這股趨勢發文說 在國內媒體的敘事裡 連續三年全球銷量排名第一的豐田是被嘲笑的主要對象 從去年差評如潮的驗證馬車型BZ4X 再到其豪華高端品牌雷克薩斯優勢不在 豐田很快就要量了幾乎已經成為國內輿論共識 從豐田目前給出的答案看 誰會量可能還真不一定 所謂彎道超車的中國新能源即將有被以豐田為代表的 老排車企直線超車的危險 比如固態電池 在電池技術上 曾經因為輕能源路線戰略失誤 而被自媒體嘲諷的豐田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走在了前面 不久前 豐田汽車在一場媒體溝通會上表示 將會在2027年將全固態電池投入實際應用 很顯然 豐田投下了一顆震撼所有人的重磅炸彈 按照豐田的說法 固態電池充電不到10分鐘即可行駛約1200公里 續航距離延長至現有EV的2.4倍 另外 電池壽命也會被大大延長 並且不會在快充的充電方式下出現老化和容量衰減 作為對比 6月10日 寧德時代首席科學家吳凱在世界動力電池大會現場表示 寧德時代某客戶的一款車型的快充效果 將達到充電不到10分鐘 續航超400公里 可見在相同充電時間內 固態電池將會帶來怎樣質的飛躍 依靠彎道超車 也許能在一個領域從1卷到100 但如果不具備從0到1的創造力 那麼無非是陷入一場重造輪子陷阱 這一點不僅對於新能源行業至關重要 包括5G 芯片的所有高端技術產業也是同理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全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一起休息一下 謝謝你 我們就往下講 9 7 8 都